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说起古城最好的去处还是平遥古城 而平遥就在山西 古老的文化传承下来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山西人诚实善良的品性 后来煤矿的开发又使得他们开始经商 也因为煤矿,山西人鼓起了自己的腰包 但随着煤矿的不断开发 近些年山西人好像没那么富了 山西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 落后状态其实是有原因的 煤短仍旧作为山西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要知道煤矿资源是有限的 持续开采必然会面对资源枯竭 大面积开采导致的地下水污染 地面塌陷的问题也已经屡见不鲜 煤矿运输所需要的大卡车超重 车减不合格等问题导致的交通事故也不在少数 这种一次性的单一经济必定是会被淘汰的 果不其然这种得不到转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山西的省会太远 年GDP不及江苏的一个县级城市年GDP 其实早几年山西政府相关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 也一直积极带动部分城市实现经济转型 经济快速发展 近几年已初步取得成效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山西旅粮 经济已经赶超好几个城市了 根据数据调查得到 2017年全年旅粮市的GDP赶超近城 近中大城三座大城市 以9.2%的高经济发展速度 成为山西省增速最快的城市 独占凹头 而且全年经济发展总量已超过1000亿 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显然由煤炭经济来源转换到其他方式 这种良性经济循环 是可以进一步解决山西单一煤炭经济体制的 适当开采矿产资源 是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但这种不可再生资源 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大力约束 也就限制住了山西的发展 可以说因为煤炭山西变富了 但也因为煤炭山西又变穷了 对于这种转换方式致富的方法 你怎么认为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